历代至上第一章 亚弗的儿子是戈涅、玛格、玛代、亚丸、土巴、米社、提拉 戈涅的儿子是亚什基拿、迪法、陀加玛 亚丸的儿子是以丽莎、塔斯、基提、多丹 韩的儿子是古时、麦希、弗、迦南 古时的儿子是西巴、哈菲拉、撒夫他、拉玛、撒夫提加 拉玛的儿子是士巴、迪旦 古时生宁禄、他为世上英雄之首 麦希生陆迪人、亚拿米人、利哈比人、拿夫土西人、帕斯鲁西人 加斯陆西人、加菲托人、从加菲托出来的有菲利士人、 加南生长子西顿、又生鹤和耶布斯人、亚摩利人、格加萨人、西魏人、亚基人、西尼人、亚瓦底人、喜马利人、并哈马人 闪的儿子是以兰、亚树、亚法萨、路德、亚兰、乌斯、护勒、基贴、米社 亚法生沙拉、沙拉生西伯 西伯生了两个儿子 一个名叫法勒 法勒就是分的意思 因为那时人就分地居住 法勒的兄弟名叫约滩 约滩生亚摩达、沙列、哈萨玛菲、耶拉、哈多兰、乌萨、格拉、以巴路、亚比玛利、士巴、阿菲、哈菲拉、 约巴、约巴、这都是约滩的儿子 善生亚法萨 亚法萨生沙拉 沙拉生西伯 西伯生法勒 法勒生拉乌 拉乌生西路 西路生拿赫 拿赫生他拉 他拉生亚伯兰 亚伯兰就是亚伯拉罕 亚伯拉罕的儿子是以撒 以什玛利 以什玛利的儿子记在下面 以什玛利的长子是以拜约 其次是基达 亚德别 米比山 米什玛 杜玛 亚伯拉罕 哈达 提玛 伊托 达菲斯 基迪玛 这都是以什玛利的儿子 亚伯拉罕的妾 基土拉所生的儿子 就是新兰 约山 米弹 米甸 伊什巴 苏亚 约山的儿子是士巴 底弹 米甸的儿子是以法 以福 哈诺 亚比大 以勒大 这都是基土拉的子孙 亚伯拉罕生以撒 以撒的儿子是以扫和以色列 以扫的儿子是以利法 刘尔 耶乌斯 亚兰 可拉 以利法的儿子是提曼 阿摩 喜波 加坦 基纳斯 廷纳 亚玛利 刘尔的儿子是拿哈 谢拉 沙玛 米萨 希尔的儿子是罗汤 硕巴 济变 亚拿 底顺 以察 底山 罗汤的儿子是和利 和曼 罗汤的妹子是提纳 硕巴的儿子是亚勒文 马拿霞 以巴露 是非 阿南 激变的儿子是亚亚 亚拿 亚拿的儿子是底顺 底顺的儿子是哈莫兰 伊士班 亦兰 基兰 以察的儿子是碧汉 撒班 亚干 底山的儿子是乌斯 亚兰 以色列人未有君王治理之先 在以东地做王的记在下面 有比尔的儿子比拉 他的京城名叫停哈巴 比拉死了 波斯拉人谢拉的儿子约巴 结许他做王 约巴死了 提曼地的人 护山结许他做王 护山死了 彼达的儿子哈达结许他做王 这哈达就是在摩亚地 沙拜米殿人的 他的京城名叫亚卫德 哈达死了 马什利家人 桑拉结许他做王 桑拉死了 大河边的绿河伯人 扫罗结许他做王 扫罗死了 亚格波的儿子 巴勒哈南结许他做王 巴勒哈南死了 哈达结许他做王 他的京城名叫巴伊 他的妻子名叫米西塔别 是弥撒河的孙女 马特列的女儿 哈达死了 以东人的族长 有廷纳族长 亚洛瓦族长 耶帖族长 亚和利巴马族长 以拉族长 比嫩族长 吉纳斯族长 提曼族长 尼比萨族长 马吉迭族长 以兰族长 这都是以东人的族长 巴勒哈旬亚吾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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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俄南 士拉 这三人是迦南人 苏亚女儿所生的 犹大的长子 尔在亚吾瓦眼中 看为恶 亚吾瓦就使他死了 犹大的儿父 塔玛给犹大生 法勒斯和谢拉 犹大共有五个儿子 法勒斯的儿子 是希斯伦 哈姆勒 谢拉的儿子 是辛利 以探 希曼 贾戈 大拉 共五人 加米的儿子 是亚干 这亚干在当灭的路上 犯了罪 连累了以色列人 以探的儿子 是亚萨利亚 希斯伦所生的儿子 是耶拉密 兰 基路拜 兰生亚米拿达 亚米拿达生 拿顺 拿顺 拿顺做犹大人的首领 拿顺生 撒门 撒门生 波阿斯 波阿斯 生 俄贝德 俄贝德 生耶西 耶西 生 子的姐妹是 西路亚和亚比盖 西路亚的儿子是亚比塞 约亚 亚撒黑 共三人 亚比盖生亚马撒 亚马撒的父亲是 以什玛利人 一天 希斯伦的儿子 迦勒 娶 娶阿苏巴 和 耶洛 为妻 阿苏巴的儿子 是 耶社 硕霸 亚东 阿苏巴死了 迦勒 又娶 以法他 生了 霍尔 霍尔 生 乌利 乌利 生 比萨列 希斯伦正六十岁 娶了基列父亲 玛吉的女儿 与他同房 玛吉的女儿 生了 西哥 西哥生 雅尔 雅尔在基列地 有二十三个成义 后来 基数人和亚兰人 夺了雅尔的成义 并基纳和其乡村 共六十个 这都是基列父亲 玛吉之子的 希斯伦在 迦勒 以法他死后 他的妻 亚比亚 给他生了 亚师户 亚师户 是提格亚的父亲 希斯伦的长子 耶拉密 生长子 兰 又生布拿 阿连 阿仙 亚西亚 耶拉密 又娶一妻 名叫亚他拉 是阿南的母亲 耶拉密 长子兰的儿子 是马斯 亚敏 以杰 阿南的儿子 是沙迈 亚大 沙迈的儿子 是拿达 亚比苏 亚比苏 亚比苏的妻 名叫亚比孩 亚比孩 给他生了亚伴和摩利 拿达的儿子 是希列 亚变 希列死了 没有儿子 亚变的儿子 是以士 以士的儿子 是士山 士山的儿子 是亚来 沙迈兄弟 亚大的儿子 是亿帖 约拿丹 亿帖死了 没有儿子 约拿丹的儿子 是比勒 撒撒 这都是耶拉密的子孙 士山没有儿子 只有女儿 士山有一个仆人 名叫耶哈 是埃及人 士山将女儿 给了仆人耶哈为妻 给他生了亚太 亚太生拿丹 拿丹生撒拔 撒拔生以弗拉 以弗拉生俄贝德 俄贝德生耶护 耶护生亚撒利亚 亚撒利亚生西利斯 西利斯生以利亚萨 以利亚萨生西斯迈 西斯迈生沙龙 沙龙生耶加米亚 耶加米亚生以利沙马 耶拉密兄弟迦勒的长子 米沙是西弗之祖 玛丽沙的儿子 是西伯伦之祖 西伯伦的儿子是可拉 塔普亚 利肯 士马 士马生拉罕 是约干之祖 利肯生沙迈 沙迈的儿子是马云 马云是伯素之祖 迦勒的妾 以法生哈兰 摩萨 加谢 哈兰生加谢 亚代的儿子是利剑 约坦 基山 匹利 以法 沙亚福 迦勒的妾 马家生识别 特哈拿 又生迈马拿之祖 沙亚福 摩比拿和基里亚之祖 识法 迦勒的女儿是亚撒 迦勒的子孙 就是以法他的长子 霍尔的儿子 记在下面 基列耶林之祖 朔巴 伯利恒之祖 撒马 伯加德之祖 哈勒 基列耶林之祖 朔巴的子孙 是哈罗尔 和一半 米努哈人 米努哈人 即 马拿哈人 基列耶林的诸祖 是伊贴人 布特人 苏玛人 密莱人 又从这些族中 生出索拉人 和伊士陶人来 撒马的子孙 是波利恒人 尼托巴人 亚他利伯耶亚人 一半马拿哈人 索利人 合住亚比斯 众文士家的特拉人 斯米亚人 苏甲人 这都是金尼人 利贾家之祖 哈末所生的 布鲁克逊亚吾瓦 布鲁克逊亚吾瓦 历在日上 第三章 大卫在西伯伦所生的儿子 记在下面 长子安嫩 是耶稣列人亚西暖生的 次子戴伊利 是加密人亚比盖生的 三子亚沙龙 是基数王达玛的女儿 玛加生的 四子亚多尼亚 是哈吉生的 五子 士法提亚 是亚比他生的 六子以特念 是大卫的妻 以格拉生的 这六人 都是大卫在西伯伦生的 大卫在西伯伦做王 七年零六个月 在耶路撒冷做王 三十三年 大卫在耶路撒冷 所生的儿子 是士米亚 硕霸 拿丹 所罗门 这四人 是亚比利的女儿 巴舒亚生的 还有 义侠 以利沙玛 以利法列 罗加 尼妃 亚非亚 以利沙玛 以利亚大 以利法列 共九人 这都是大卫的儿子 还有他们的妹子 塔玛 非平的儿子 不在其内 所罗门的儿子 是罗伯安 罗伯安的儿子 是亚比亚 亚比亚的儿子 是亚撒 亚撒的儿子 是约沙法 约沙法的儿子 是约兰 约兰的儿子 是亚哈谢 亚哈谢的儿子 是约阿师 约阿师的儿子 是亚马谢 亚马谢的儿子 是亚撒利亚 亚撒利亚的儿子 是约坦 约坦的儿子 是亚哈斯 亚哈斯的儿子 是西西家 西西家的儿子 是马拿西 马拿西的儿子 是亚门 亚门的儿子 是约西亚 约西亚的长子 是约哈南 次子是约亚进 三子是西底加 四子是沙龙 约亚进的儿子 是耶哥尼亚 和西底加 耶哥尼亚贝鲁 他的儿子 是撒拉铁 马吉兰 皮大亚 是约瑟 耶哥尼 和沙玛 尼大比亚 皮大亚的儿子 是索罗巴伯 是梅 索罗巴伯的儿子 是米苏兰 哈拿尼亚 他们的妹子 名叫斯罗密 米苏兰的儿子 是哈苏巴 阿黑 比利加 哈萨底 鱼沙西西 共五人 哈拿尼亚的儿子 是皮拉提 耶塞亚 还有利法亚的种子 亚尔南的种子 阿巴底亚的种子 释迦尼的种子 释迦尼的儿子 是释玛亚 释玛亚的儿子 是哈图 以甲 巴利亚 尼利亚 沙法 共六人 尼利亚的儿子 是以利约乃 西西加 亚斯利干 共三人 以利约乃的儿子 是何大亚 以利亚时 皮莱亚 阿古 约哈南 蒂莱亚 阿拿尼 共七人 巴鲁卡仙 亚无阿 巴鲁卡仙 亚无十五阿 历代至上 第四章 犹大的儿子 是法勒斯 希斯伦 加米 霍尔 硕巴 瑟巴的儿子 利亚亚 生亚哈 亚哈 生亚护买和拉哈 这是索拉人的诸族 以坎之族的儿子 是耶斯列 伊斯玛 伊德巴 他们的妹子名叫 哈希勒波尼 基多之族 是皮努伊勒 护沙之族 是以歇尔 这都是伯利恒之族 以法他的长子 霍尔所生的 提格亚之族 亚斯户有两个妻子 一名希拉 一名拿拉 拿拉给亚斯户生 亚乎撒 西福 提米尼 哈霞斯塔利 这都是拿拉的儿子 希拉的儿子 是喜列 索霞 伊提南 哥斯生亚诺 索比巴 并哈伦儿子 亚哈黑的诸族 亚比斯比他众弟兄 更尊贵 他母亲给他起名 叫亚比斯 意思说 我生他甚是痛苦 亚比斯求告 以色列的至高全能者说 甚愿你赐福于我 扩张我的境界 常与我同在 保佑我不遭患难 不受艰苦 至高全能者 就应允他所求的 希拉的弟兄 基律生米黑 米黑是伊斯囤之主 伊斯囤生 伯拉巴 巴西亚 并尔拿霞之主 提心拿 这都是利家人 基纳斯的儿子 是俄托涅 希莱亚 俄托涅的儿子 是哈塔 敏罗泰生 俄弗拉 希莱亚生 格夏纳心人 之主 约亚 他们都是匠人 耶弗尼的儿子 是迦勒 迦勒的儿子 是以路 以拉 拿安 以拉的儿子 是基纳斯 耶哈利勒的儿子 是西福 西法 提利 亚撒列 以斯拉的儿子 是义贴 米列 以福 亚伦 米列娶 法老女儿 比提亚为妻 生米利安 沙迈 和伊斯提摩之主 一巴 米列又娶 犹大女子为妻 生基多之主 亚列 苏戈之主 西伯 和撒诺亚之主 耶古铁 和蒂亚的妻 是拿含的妹子 他所生的儿子 是加米人 基伊拉 和马加人 伊斯提摩之主 世门的儿子 是安嫩 琳娜 遍哈南 提伦 伊斯的儿子 是缩黑 与便缩黑 犹大的儿子 是士拉 士拉的儿子 是利加之主 尔 玛丽莎之主 拉大 和属亚什比族 施西麻布的各家 还有约晋 哥西巴人 约阿斯 萨拉 就是在摩亚地掌权的 又有亚书比利恒 这都是古时所记载的 这些人都是姚将 是尼他印和基底拉的居民 与王同处 为王做公 西缅的儿子是尼姆利 雅敏 雅利 谢拉 扫罗 扫罗的儿子是沙龙 沙龙的儿子是尼比山 尼比山的儿子是米施马 米施马的儿子是哈姆利 哈姆利的儿子是撒克 撒克的儿子是士梅 士梅有十六个儿子 六个女儿 他弟兄的儿女不多 他们各家不如犹大族的人兵增多 西缅人住在别世巴 摩拉大 哈萨书亚 辟拉 以森 陀拉 比土利 荷尔玛 喜格拉 伯玛加伯 哈萨苏撒 伯比利 沙拉因 这些成义直到大卫做王的时候都是属西缅人的 他们的五个成义是伊坦 亚因 临门 陀建 亚山 还有属城的乡村直到巴黎 这是他们的住处 他们都有家谱 还有米索巴 雅米勒 亚马歇的儿子约沙 耶尔 约士比的儿子耶护 约士比是希莱雅的儿子 希莱雅是亚学的儿子 还有以利云乃 雅格巴 是非是亚龙的儿子 亚龙是耶大雅的儿子 耶大雅是申利的儿子 申利是士玛雅的儿子 以上所记的人名都是做族长的 他们中族的人数增多 他们往平原东边 积多口去 寻找木放羊群的草场 寻得北美的草场地 又宽阔又平静 从前住那里的是韩族的人 以上路名的人 在犹大王西西加年间 来攻击韩族人的帐篷 和那里所有的迷乌尼人 将他们灭尽 就住在他们的地方 直到今日 因为那里有草场可以 牧放羊群 这西缅人中 有五百人上西尔山 率领他们的是 以士的儿子 皮拉提 尼利亚 利法亚和乌靴 杀了逃脱剩下的亚马利人 就住在那里 直到今日 本路加旬 本路加旬亚无啊 本路加旬亚无数啊 历代至上 第五章 以色列的长子 原始流变 因他污秽了父亲的床 他长子的名分 就归了约瑟 只是按家谱 他不算长子 犹大胜过一切弟兄 君王也是从他而出 长子的名分 却归约瑟 以色列长子 流变的儿子 是哈诺 把路 希斯伦 加米 约尔的儿子 是施玛亚 施玛亚的儿子 是哥格 哥格的儿子 是士梅 士梅的儿子 是米加 米加的儿子 是利亚亚 利亚亚的儿子 是巴黎 巴黎的儿子 是贝拉 这贝拉 做流变之派的首领 被亚述王 提格拉 皮尼瑟 掳去 他的弟兄 照着宗族 按着家谱 做族长的 是耶利 撒加利亚 比拉 比拉是亚撒的儿子 亚撒是士玛的儿子 士玛是约尔的儿子 约尔所住的地方 是从亚洛尔 直到尼波和巴黎免 右向东 沿到波拉河这边的旷野 因为他们在激烈地 牲畜增多 扫罗年间 他们与夏甲人争战 夏甲人倒在他们手下 他们就在激烈东边的全地 住在夏甲人的帐篷里 加德的子孙 在流变对面 住在巴山地 沿到撒加 他们中间有座组长的约尔 有座副组长的沙帆 还有亚乃和住在巴山的沙坝 他们族弟兄是米加勒 米苏兰 士巴 约赖 亚赖 亚干 西亚 西伯 共七人 这都是亚比海的儿子 亚比海是护利的儿子 护利是耶罗亚的儿子 耶罗亚是基列的儿子 基列是米加勒的儿子 米加勒是耶士塞的儿子 耶士塞是耶哈多的儿子 耶哈多是布斯的儿子 还有古尼的孙子 亚比迭的儿子亚西 这都是做组长的 他们住在基列与巴山和巴山的乡村 并沙伦的郊野 直到四围的交界 这些人在犹大王约坦 并在以色列王耶罗波安年间 都载入加普 流遍人 加德人和马拿西半智派的人 能拿盾牌和刀剑 拉弓射剑 出征善战的勇士 共有四万四千七百六十名 他们与夏甲人 伊突人 拿非诗人 诺达人征战 他们得了至高全能者的帮助 夏甲人和跟随夏甲的人 都交在他们手中 因为他们在镇上呼求至高全能者 依赖至高全能者 至高全能者就应允他们 他们努力了夏甲人的牲畜 有骆驼五万 羊二十五万 鲤二千 又有人十万 敌人被杀扑倒的甚多 因为这征战是出乎至高全能者 他们就住在敌人的地上 直到贝鲁的时候 马拿西半支派的人住在那地 从巴山沿到巴黎黑门 士尼尔与黑门山 他们的组长是以福 以士 以列 亚斯列 耶利米 和达威亚 亚迭 都是大能的勇士 是有名的人 也是做组长的 他们得罪了他们列祖的至高全能者 随从那地之民的神行邪淫 这民就是至高全能者在他们面前所除灭的 故此 以色列的至高全能者激动亚述王普勒 和亚述王齐格拉平尼瑟的心 他们就把流遍人 加德人 马拿西半支派的人 掳到哈勒 哈勃 哈勒与哥萨河边 直到今日还在那里 巴勒克逊亚吾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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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在至上 第六章 第位的儿子是格顺 哥侠 米拉利 哥侠的儿子是暗兰 以斯哈 西伯伦 乌靴 暗兰的儿子是亚伦 摩西 还有女儿米利安 加伦的儿子是拿达 亚比乎 以利亚撒 以他玛 以利亚撒生菲尼哈 菲尼哈生亚比书 亚比书生布基 布基生乌西 乌西生希拉西亚 希拉西亚生米拉约 米拉约生亚玛利亚 亚玛利亚生亚西图 亚西图生撒都 撒都生亚西玛斯 亚西玛斯生亚撒利亚 亚撒利亚生约哈南 约哈南生亚撒利亚 这亚撒利亚在所罗门 于耶路撒冷所建造的殿中 共祭司的职份 亚撒利亚生亚玛利亚 亚玛利亚生亚西图 亚西图生撒都 撒都生撒龙 撒龙生希勒迦 希勒迦生亚撒利亚 亚撒利亚生西来亚 西来亚生约撒达 当亚乌瓦借尼布贾尼撒的手 掳掠犹大和耶路撒冷人的时候 这约撒达也被掳去 第一位的儿子是格顺 格侠 米拉利 格顺的儿子名叫利尼 士梅 格侠的儿子是安兰 以斯哈 西伯伦 乌薛 米拉利的儿子是摩利 母士 这是按照利未人中族分的各家 格顺的儿子是利尼 利尼的儿子是亚哈 亚哈的儿子是辛玛 辛玛的儿子是约亚 约亚的儿子是义多 义多的儿子是谢拉 谢拉的儿子是耶特赖 格侠的儿子是亚米拿达 亚米拿达的儿子是可拉 可拉的儿子是亚西 亚西的儿子是伊利加拿 伊利加拿的儿子是伊底亚撒 伊利亚撒的儿子是亚西 亚西的儿子是塔哈 塔哈的儿子是乌烈 乌烈的儿子是乌西亚 乌西亚的儿子是少罗 伊利加拿的儿子是亚马赛和亚西摩 亚西摩的儿子是伊利加拿 伊利加拿的儿子是索菲 索菲的儿子是拿哈 拿哈的儿子是伊利亚 伊利亚的儿子是耶罗汉 耶罗汉的儿子是伊利加拿 伊利加拿的儿子是撒姆尔 撒姆尔的长子是耶尔 次子是亚比亚 米拉利的儿子是摩利 摩利的儿子是利尼 利尼的儿子是士梅 士梅的儿子是乌萨 乌萨的儿子是士米亚 士米亚的儿子是哈基亚 哈基亚的儿子是亚帅亚 约会安设之后 大卫派人在亚乌瓦殿中管理歌唱的是 他们就在会幕前当歌唱的差 即至所罗门在耶路撒冷建造了亚瓦的殿 他们便按着班次供职 供职的人和他们的子孙记在下面 歌侠的子孙中有歌唱的西曼 西曼是约尔的儿子 约尔是撒姆尔的儿子 撒姆尔是以利加拿的儿子 以利加拿是耶罗汉的儿子 耶罗汉是以列的儿子 以列是陀亚的儿子 陀亚是苏福的儿子 苏福是以利加拿的儿子 以利加拿是马哈的儿子 马哈是亚马赛的儿子 亚马赛是以利加拿的儿子 以利加拿是约尔的儿子 约尔是亚撒利亚的儿子 亚撒利亚是西班亚的儿子 西班亚是塔哈的儿子 塔哈是亚西的儿子 亚西是以比亚撒的儿子 以比亚撒是可拉的儿子 可拉是伊斯哈的儿子 伊斯哈是戈匣的儿子 戈匣是利位的儿子 利位是以色列的儿子 西班亚的足兄亚撒是比利加的儿子 亚撒在西班亚右边供职 比利加是士尼亚的儿子 士尼亚是里加勒的儿子 里加勒是巴西亚的儿子 巴西亚是马西亚的儿子 马西亚是伊特尼的儿子 伊特尼是谢拉的儿子 谢拉是亚大亚的儿子 亚大亚是以探的儿子 以探是辛玛的儿子 辛玛是士梅的儿子 士梅是亚哈的儿子 亚哈是格顺的儿子 格顺是利位的儿子 他们的足弟兄米拉利的子孙 在他们左边供职的 有以探 以探是基士的儿子 基士是亚伯底的儿子 亚伯底是马路的儿子 马路是哈萨比亚的儿子 哈萨比亚是亚马歇的儿子 亚马歇是希勒家的儿子 希勒家是安西的儿子 安西是巴尼的儿子 巴尼是沙迈的儿子 沙迈是莫利的儿子 莫利是姆士的儿子 姆士是米拉利的儿子 米拉利是利位的儿子 他们的足弟兄利位人 也被派办至高全能者殿中的一切事 亚伦和他的子孙在凡祭坛和香坛上献祭烧香 又在至圣所办理余切的事 为以色列人赎罪 是照至高全能者仆人摩西所吩咐的 亚伦的儿子是以利亚撒 以利亚撒的儿子是贝尼哈 贝尼哈的儿子是亚比书 亚比书的儿子是布基 布基的儿子是乌西 乌西的儿子是希拉西亚 希拉西亚的儿子是米拉约 米拉约的儿子是亚玛利亚 亚玛利亚的儿子是亚西托 亚西托的儿子是撒都 撒都的儿子是亚西玛斯 他们的住处按着境内的淫在记在下面 戈侠族亚伦的子孙先研究得地 在犹大帝中得了希伯伦和四围的交业 只是属成的田地和村庄 都为耶夫尼的儿子加勒所得 亚伦的子孙得了桃城希伯伦 又得了利拿与其交业 亚提亚尔 伊什提末与其交业 西伦与其交业 底壁与其交业 亚山与其交业 博士迈与其交业 在边亚米支派的地中 得了加巴与其交业 阿勒密与其交业 亚拿图与其交业 他们诸家所得的城 共十三座 哥侠族其余的人又念旧 在马拿西半支派的地中 得了十座城 格顺族按着宗族 在以撒加支派的地中 亚瑟支派的地中 拿夫塔利支派的地中 巴山内马拿西支派的地中 得了十三座城 米拉利族按着宗族研究 在流便支派的地中 加德支派的地中 西伯伦支派的地中 得了十二座城 以色列人将这些城 以其交业给了立位人 这以上路名的城 在犹大 西缅 便亚敏三支派的地中 以色列人研究给了他们 格顺族中有几家 在以法连支派的地中 也得了城邑 在以法连山地 得了桃城事件 与其交业 又得了基瑟与其交业 约缅与其交业 伯赫伦与其交业 亚雅伦与其交业 加特林门与其交业 格顺族其余的人 在马拿西半支派的地中 得了亚乃与其交业 比联与其交业 格顺族在马拿西半支派的地中 得了巴山的戈兰与其交业 亚斯塔路与其交业 又在以撒加支派的地中 得了基底斯与其交业 大比拉与其交业 拉末与其交业 亚年与其交业 在亚瑟支派的地中 得了马沙与其交业 亚顿与其交业 厚哥与其交业 利和与其交业 在拿夫塔利支派的地中 得了加利利的基底斯与其交业 哈门与其交业 基列亭与其交业 还有米拉与其交业 还有米拉利族的人 在西部伦之派的地中 得了临摩诺与其交业 塔伯与其交业 又在耶利哥的约旦河东 在流便之派的地中 得了旷野的比西与其交业 亚哈萨与其交业 基底墨与其交业 米法亚与其交业 又在加德之派的地中 得了基列的拉末与其交业 马哈念与其交业 西士本与其交业 亚谢与其交业 巴鲁凯旋亚乌瓦 巴鲁凯旋亚乌书瓦 《历在志上》第七章 以撒加的儿子是陀拉 普瓦 亚树 申伦 共四人 陀拉的儿子是乌西 利法亚 耶勒 亚买 伊伯善 施姆利都是陀拉的族长 是大能的勇士 到大卫年间 他们的人数共有22600名 乌西的儿子是伊斯拉西 伊斯拉西的儿子是米加勒 阿巴底亚 约尔 伊士亚 共五人都是族长 他们所率领的 按着宗族出战的军队 共有三万六千人 因为他们的妻和子众多 他们的族弟兄在以撒加各族中 都是大能的勇士 按着加普计算 共有八万七千人 边亚敏的儿子是比拉 比杰 耶迭 共三人 比拉的儿子是以撒本 乌西 乌靴 耶利摩 以利 共五人 都是族长 是大能的勇士 按着加普计算 他们的子孙共有二万二千零三十四人 比杰的儿子是西米拉 约阿师 以利以谢 以利约乃 按利 耶利摩 亚比亚 亚拿图 亚拉密 这都是比杰的儿子 他们都是族长 是大能的勇士 按着加普计算 他们的子孙共有二万零二百人 耶迭的儿子是比勒汉 比勒汉的儿子是 耶乌师 便亚敏 以乎 金拿拿 西坦 他师 亚西沙哈 这都是耶迭的儿子 都是族长 是大能的勇士 他们的子孙能上阵打仗的 共有一万七千二百人 还有一耳的儿子 书品 互品 并亚黑的儿子 互生 拿弗塔利的儿子是亚靴 孤尼 耶瑟 沙龙 这都是比拉的子孙 马拿西的儿子亚斯列 是他妾亚兰人所生的 又生了激烈之父马吉 马吉娶的妻是互品 书品的妹子 名叫马加 马拿西的次子名叫西罗菲哈 西罗菲哈旦有几个女儿 马吉的妻马加生了一个儿子 其名叫比利斯 比利斯的兄弟名叫施利斯 施利斯的儿子是乌兰和利金 乌兰的儿子是比旦 这都是基列的子孙 基列是马吉的儿子 马吉是马拿西的儿子 基列的妹子哈摩利吉 生了伊什和 亚比尔谢 马拉 斯米达的儿子是亚县 士剑 利克西 阿尼安 尼法莲的儿子是舒提拉 舒提拉的儿子是比列 比列的儿子是塔哈 塔哈的儿子是伊拉大 伊拉大的儿子是塔哈 塔哈的儿子是撒拔 撒拔的儿子是舒提拉 伊法莲又生乙屑 乙烈 这二人因为下去夺取加特人的牲畜 被本地的加特人杀了 他们的父亲伊法莲为他们悲哀了多日 他的弟兄都来安慰他 伊法莲与妻同房 他妻就怀孕生了一子 伊法莲因为家里遭祸 就给这儿子起名叫比利亚 他的女儿名叫舍伊拉 就是建筑上伯和伦 下伯和伦与诬陷舍伊拉的 比利亚的儿子是利法和利西 利西的儿子是塔拉 塔拉的儿子是塔罕 塔罕的儿子是拉旦 拉旦的儿子是亚米乎 亚米乎的儿子是以利沙玛 以利沙玛的儿子是嫩 嫩的儿子是约书亚 以法莲人的地业和住处 是伯特利与其村庄 东边拿兰 西边基色与其村庄 世间与其村庄 直到加萨与其村庄 还有靠近马拿西人的境界 博善与其村庄 塔纳与其村庄 米基多与其村庄 多尔与其村庄 以色列儿子约瑟的子孙 住在这些地方 约瑟的儿子是英拿 伊斯瓦 伊斯韦 比利亚 还有他们的妹子希拉 比利亚的儿子是西别 玛杰 玛杰是比萨威的父亲 西别生亚弗勒 瑟默 和坦 和他们的妹子舒亚 亚弗勒的儿子是巴萨 宾哈 亚什法 这都是亚弗勒的儿子 瑟默的儿子是亚西 罗加 耶护巴 亚兰 瑟默兄弟西连的儿子是 索法 因娜 斯利斯 亚摩 索法的儿子是 舒亚 哈尼弗 舒阿勒 比利 因拉 比西 和德 山马 施沙 伊兰 比拉 伊贴的儿子是 耶夫尼 匹斯巴 亚拉 乌拉的儿子是 亚拉 汉尼叶 利血 这都是亚瑟的子孙 都是族长 是精壮大门的勇士 也是首领中的头目 按照家谱计算 他们的子孙能出战的共有二万六千人 巴鲁克逊 亚乌瓦 巴鲁克逊 亚乌什瓦 历代至上 第八章 内亚敏的长子 比拉 次子亚什别 三子亚哈拉 四子挪哈 五子拉法 比拉的儿子是亚大 基拉 亚比乎 亚比书 乃曼 亚和亚 基拉 士福逊 护兰 以乎的儿子做加巴居民的组长 被掠到 马拿霞 以乎的儿子 乃曼 亚西亚 基拉也被掠去 基拉生乌萨 亚西乎 沙哈连 修他二妻 互生 和巴拉之后 在摩亚地生了儿子 他与妻 赫德 同房 生了 约巴 西比亚 米沙 马拉干 耶乌斯 沙迦 米马 他这些儿子都是族长 他的妻护生给他生的儿子有亚比兔 以利巴利 以利巴利的儿子是西伯 米山 沙迈 沙迈建立阿罗和罗德二城与其村庄 拥有比利亚和士马 是亚亚伦居民的组长 是驱逐加特人的 亚西约 沙沙 耶利墨 西巴蒂亚 亚拉德 亚德 米加勒 伊斯巴 约哈 都是比利亚的儿子 西巴蒂亚 米苏兰 西西基 西伯 伊斯米莱 伊斯利亚 约巴 都是以利巴利的儿子 亚金 西基利 撒底 伊利奶 喜乐泰 以列 亚大亚 比拉亚 申拉 都是士梅的儿子 伊斯班 西伯 以列 亚伯顿 西基利 哈南 哈拿尼亚 以兰 安陀提亚 伊弗迪亚 皮鲁伊勒 都是沙萨的儿子 山士来 斯哈利 亚塔利亚 亚利西 以利亚 西基利 都是耶罗汉的儿子 这些人都是住民的族长 住在耶路撒冷 在基变住的 有基变的父亲 耶利 他的妻名叫玛加 他长子是亚伯顿 他又生苏尔 基士 巴利 拿达 基多 亚西耶 撒加 米基罗 米基罗生 士米安 这些人和他们的弟兄 在耶路撒冷对面居住 米亚生基士 基士生扫罗 扫罗生 约拿丹 麦基罗亚 亚比拿达 伊斯巴利 耶拿丹的儿子是米利巴利 米利巴利生米加 米加的儿子是皮敦 米勒 塔利亚 亚哈斯 亚哈斯生耶和阿达 耶和阿达生亚拉密 亚斯马威 西利 西利生摩萨 摩萨生比尼亚 比尼亚的儿子是拉法 拉法的儿子是伊利亚撒 伊利亚撒的儿子是亚西 亚西有六个儿子 他们的名字是亚斯利干 波基路 伊斯马利 士亚利亚 俄巴迪亚 哈南 这都是亚西的儿子 亚西兄弟以色的长子 四子是乌兰 四子耶乌斯 三子是伊利法列 乌兰的儿子都是大门的勇士 是弓箭手 他们有许多的子孙 共一百五十名 都是汴亚敏人 巴鲁卡旬 巴鲁卡旬 亚吾瓦 巴鲁卡旬 亚吾瓦 历代至上 第九章 以色列人都按家谱计算 写在以色列诸王记上 犹大人因犯罪就被掳到巴比伦 先从巴比伦回来 住在自己地业成义中的 有以色列人 祭司 利未人 尼廷宁的首领 住在耶路撒冷的 有犹大人 汴亚敏人 伊法连人 马拿西人 犹大儿子 巴勒斯的子孙中 有乌泰 乌泰是亚米呼的儿子 亚米呼是安利的儿子 安利是英利的儿子 英利是巴尼的儿子 士罗的子孙中 有长子亚帅亚和他的重子 谢拉的子孙中 有耶乌利和他的弟兄 共六百九十人 汴亚敏人中 有哈西奴的曾孙 和达威亚的孙子 米苏兰的儿子撒露 又有耶罗汉的儿子 伊比尼亚 米吉利的孙子 乌西的儿子 以拉 伊比尼亚的曾孙 刘尔的孙子 士法提亚的儿子 米苏兰 和他们的族弟兄 按照家谱计算 共有九百五十六名 这些人都是他们的族长 祭司中有耶大雅 耶和雅利 雅金 还有管理之高全能者殿 希勒家的儿子 亚撒利亚 希勒家是米苏兰的儿子 米苏兰是撒都的儿子 撒都是米拉约的儿子 米拉约是亚西突的儿子 有玛基亚的曾孙 巴士霍尔的孙子 耶罗汉的儿子亚大雅 又有亚迪耶的儿子马赛 亚迪耶是亚西西拉的儿子 亚西西拉是米苏兰的儿子 米苏兰是米什利密的儿子 米什利密是阴脉的儿子 他们和众弟兄都是族长 共有一千七百六十人 是善于做至高全能者殿 使用之工的 另一位人米拉约的子孙中 有哈沙比亚的曾孙 亚历干的孙子 哈树的儿子施马亚 有巴巴贾 黑勒斯 加拉 并亚撒的曾孙 西基利的孙子 米家的儿子马探亚 又有耶都顿的曾孙 加拉的孙子 施马亚的儿子 俄巴底 还有以利加拿的孙子 亚撒的儿子比利加 他们都住在 以托法人的村庄 守门的是沙龙 亚古 达门 纳西曼和他们的弟兄 沙龙为长 从前这些人看守朝东的王门 如今是利未营中守门的 可拉的曾孙 以利亚撒的孙子 可利的儿子沙龙 和他的族弟兄 可拉人 都管理使用之功 并守闺墓的门 他们的祖宗 曾管理亚瓦的银盘 又把守银门 从前以利亚撒的儿子 贝尼哈管理他们 亚瓦也与他同在 米斯利米亚的儿子 撒加利亚是看守会幕之门的 被选守门的人 共有212名 他们在自己的村庄 按着家谱计算 是大卫和先见撒姆尔所派 当着紧要职任的 他们和他们的子孙 按着班次看守亚瓦殿的门 就是会幕的门 在东西南北 四方都有守门的 他们的足弟兄住在村庄 每七日来与他们换班 这四个门领都是立位人 各有紧要的职任 看守至高全能者店的仓库 他们住在至高全能者店的四围 是因委托他们手电 要每日早晨开门 立位人中有管理使用器皿的 按照树木拿出拿入 又有人管理器具和圣索的器皿 并吸面 酒 油 乳香 香料 祭司中有人用香料做高油 立位人 马他提亚 是可拉族杀龙的长子 他紧要的职任是管理盘中烤的物 他们族弟兄 歌侠子孙中有管理成色饼的 每安息日预备百列 歌唱的有立位人的族长 住在鼠殿的房屋 昼夜供职 不做别样的工 以上都是立位人著名的族长 住在耶路撒冷 在鸡殿住的有鸡殿的父亲耶利 他的妻名叫马加 他长子是亚伯顿 他又生苏尔 基士 巴利 尼尔 拿达 西多 亚西约 撒加利亚 米基罗 米基罗生 施米安 这些人和他们的弟兄 在耶路撒冷对面居住 尼尔生 基士 基士生 扫罗 扫罗生 约拿丹 麦基 苏亚 亚比 拿达 伊斯 巴利 约拿丹的儿子是 米利巴利 米利巴利生 米加 米加的儿子是 皮顿 米勒 他利亚 亚哈斯 亚哈斯生 亚拉 亚拉生 亚拉密 亚斯马威 新利 新利生 摩萨 摩萨生 比尼亚 比尼亚生 利法亚 利法亚的儿子是 以利亚撒 以利亚撒的儿子是 亚西 亚西有六个儿子 他们的名字是 亚斯利干 波基路 以斯马利 斯亚利亚 俄巴迪亚 哈南 这都是亚西的儿子 而鲁克逊亚无啊 而鲁克逊亚无数啊 历代至上 第十章 非利士人与以色列人争战 以色列人在非利士人面前逃跑 在基利波山有被杀扑倒的 非利士人紧追扫罗和他儿子们 就杀了扫罗的儿子约拿丹 亚比拿达 麦基苏亚 事态甚大 扫罗被弓箭手追上 色伤慎重 就吩咐拿他兵器的人说 你拔出刀来将我刺死 免得那些未受割礼的人来凌辱我 但拿兵器的人甚惧怕 不肯刺他 扫罗就自己扶在刀上死了 拿兵器的人见扫罗已死 也扶在刀上死了 这样扫罗和他三个儿子 并他的全家都一同死亡 住平原的以色列众人 见以色列军兵逃跑 扫罗和他儿子都死了 也就弃城逃跑 非利士人便来住在其中 次日 非利士人来拨那被杀之人的衣服 看见扫罗和他儿子 扑倒在基利波山 就拨了他的军装 割下他的手脊 打发人到非利士帝的寺境 报信于他们的偶像和众名 又将扫罗的军装放在他们神的庙里 将他的手脊钉在大滚庙中 激烈雅比人听见非利士人 向扫罗所行的一切事 他们中间所有的勇士就起身前去 将扫罗和他儿子的尸身送到雅比 将他们的尸骨葬在雅比的像树下 九近十七日 这样扫罗死了 因为他干犯雅吾瓦 没有遵守雅吾瓦的命 又因他求问交诡的妇人 没有求问雅吾瓦 所以雅吾瓦使他被杀 把国归于耶稀的儿子大位 历代至上第十一章 以色列众人聚集到西伯伦见大位说 我们原是你的骨肉 从前扫罗做王的时候 率领以色列人出入的是你 雅吾瓦你的至高权能者也曾应许你说 你必牧养我的名以色列 做以色列的君 于是以色列的长老都来到西伯伦见大位王 大位在西伯伦亚吾瓦面前与他们立约 他们就高大位做以色列的王 是照亚吾瓦借撒末尔所说的话 大位和以色列众人到了耶路撒冷 就是耶布斯那时耶布斯人住在那里 耶布斯人对大位说 你绝不能进这地方 然而大位攻取西安的宝藏 就是大位的城 大位说 谁先攻打耶布斯人 必做首领元帅 西伯雅的儿子约亚先上去 就做了元帅 大位住在宝藏里 所以那宝藏叫做大卫城 大卫又从米罗起 四围建筑城墙 其余的是约亚修理 大卫日见强盛 因为万军之亚吾瓦与他同在 以下记录跟随大卫勇士的首领 就是奋勇帮助他得国 照着亚吾瓦吩咐以色列人的话 与以色列人一同立他作王的 大卫勇士的数目记在下面 哈格摩尼的儿子亚硕班 他是军长的统领 一时举枪杀了三百人 其次是亚和人朵朵的儿子 以利亚撒 他是三个勇士里的一个 他从前与大卫在巴斯达米 菲利士人聚集要打仗 那里有一块长满大麦的田 众民就在菲利士人面前逃跑 这勇士便站在那田间 击杀菲利士人 救护了那田 亚吾瓦使以色列人大获全胜 三十个勇士中的三个人下到磐石那里 进了亚杜兰洞见大卫 菲利士的军队在立法英古安营 那时大卫在山寨 菲利士人的防营在伯利恒 大卫可想说 慎愿有人将伯利恒城门堂 井里的水打来给我喝 这三个勇士就闯过菲利士人的银潭 从伯利恒城门堂的井里打水 拿来奉给大卫 他却不肯喝 将水垫在亚吾瓦面前 说 我的至高全能者啊 这三个人冒死去打水 这水好像他们的血一般 我断不敢喝 如此 大卫不肯喝 这是三个勇士所做的事 约压的兄弟亚比塞 是这三个勇士的首领 他举枪杀了三百人 就在三个勇士里得了名 他在这三个勇士里是最尊贵的 所以做他们的首领 只是不及前三个勇士 有贾薛勇士 耶和耶大的儿子比拿亚 行过大能的事 他杀了摩亚人 亚历以勒的两个儿子 又在下雪的时候 下坑里去杀了一个狮子 又杀了一个埃及人 埃及人身高五种 手里拿着枪 枪杆粗如织布的机种 比拿亚只拿着棍子下去 从埃及人手里夺过枪来 用那枪将他刺死 这是耶和耶大的儿子比拿亚所行的事 就在三个勇士里得了名 他比那三十个勇士都尊贵 只是不及前三个勇士 大卫立他做护卫长 军中的勇士有约亚的兄弟 亚撒黑 伯利恒人朵多的儿子伊勒哈南 哈利人沙玛 彼伦人西利斯 提戈亚人一级的儿子以拉 亚拿图人亚比以谢 护沙人西比盖 亚和人以来 尼托法人马哈来 尼托法人巴拿的儿子西利 边亚敏族 西比亚人历代的儿子以太 比拉顿人比拿亚 加什西人护来 亚拉巴人亚比 巴鲁米人亚斯玛弗 沙本人以利亚哈巴 鸡孙人哈申的种子 哈拉人杀鸡的儿子约拿丹 哈拉人杀甲的儿子亚西安 乌尔的儿子以利法勒 米基拉人西福 比伦人亚西亚 加密人西斯罗 伊斯拜的儿子拿来 拿丹的兄弟约尔 哈基利的儿子米伯哈 亚门人喜乐 比路人拿哈来 拿哈来是给西路亚的儿子约亚拿兵器的 伊贴人以拉 伊贴人加利 赫人乌利亚 亚来的儿子撒巴 流变人士撒的儿子亚比拿 他是流变支派中的一个组长 率领三十人 马家的儿子哈南 米特尼人约沙巴 亚斯塔拉人乌西亚 亚罗尔人和坦的儿子沙玛 耶利 提喜人生命的儿子耶迭 和他的兄弟约哈 马哈卫人以利叶 伊利拿安的儿子耶利拜 约沙卫亚 摩亚人伊特马 伊利叶 德贝德 并尼索巴人 亚西叶 阿鲁卡逊 亚吾瓦 阿鲁卡逊 亚吾瓦 历代志上 第十二章 大卫因怕 基士的儿子扫罗 躲在喜格拉的时候 有勇士到他那里 帮助他打仗 他们善于拉弓 能用左右两手 甩石射箭 都是边亚敏人 扫罗的足弟兄 为首的是亚西乙蟹 其次是约阿师 都是基里亚人 士玛的儿子 还有亚斯玛威的儿子 耶学和匹利 又有比拉加 并亚拿突人耶护 基甸人伊什玛亚 他在三十人中是勇士 管理他们 且有耶利米 亚哈西 约哈南 和基德拉人 约萨巴 伊利乌塞 伊利摩 比亚利亚 士玛利亚 哈利福人 施法提亚 可拉人 以利加拿 耶西亚 亚撒列 约以谢 亚硕班 基多人 耶罗汉的儿子 尤拉和 西巴蒂亚 迦德之派中 有人到旷野的山寨 头奔大卫 都是大能的勇士 能拿盾牌和枪的战士 他们的面貌好像狮子 快跑如同山上的路 第一 伊薛 第二 俄巴蒂亚 第三 以利亚 第四 米斯玛拿 第五 约利米 第六 亚太 第七 以利叶 第八 约哈南 第九 以利沙巴 第十 约利米 第十一 诺巴奈 这都是加德人中的君长 至小的能抵一百人 至大的能抵一千人 正月 一旦河水战过两岸的时候 他们过河 使一切住平原的人 东奔西逃 又有边雅敏和尤大人到山寨大卫那里 大卫出去迎接他们 对他们说 你们若是和和平平的来帮助我 我心就与你们相弃 你们若是将我这无罪的人 卖在敌人手里 愿我们列祖的至高全能者 查看责罚 那时至高全能者的灵 感动那三十个勇士的首领 亚马萨 他就说 大卫啊 我们是归于你的 耶稀的儿子啊 我们是帮助你的 愿你平平安安 愿帮助你的也都平安 因为你的至高全能者帮助你 大卫就收留他们 立他们做军长 大卫从前与非利式人同去 要与扫罗征战 有些马拿西人来投奔大卫 他们却没有帮助非利式人 因为非利式人的首领 商议打发他们回去 说 恐怕大卫拿我们的首级 归降他的主人扫罗 大卫往喜格拉去的时候 有马拿西人的千夫长 亚拿 约撒拔 约迭 米加勒 约撒拔 以利护 喜乐泰 都来投奔他 这些人帮助大卫攻击群贼 他们都是大能的勇士 且做军长 那时 天天有人来帮助大卫 以致成了大军 如至高全能者的军一样 预备打仗的兵来到西伯伦见大卫 要照着亚瓦的话 将扫罗的国位归于大卫 他们的数目如下 犹大支派 拿盾牌和枪预备打仗的 有六千八百人 西勉支派 能上阵大门的勇士 有七千一百人 列位支派有四千六百人 耶和耶大是亚伦家的首领 跟从他的有三千七百人 还有少年大门的勇士撒都 同着他的有族长二十二人 编亚敏支派 扫罗的族弟兄也有三千人 他们向来大半归顺扫罗家 以法联支派 大门的勇士 在本族著名的有二万零八百人 马拿西半支派 册上有名的 共一万八千人 都来立大位做王 以撒迦支派有二百族长 都通达十五 知道以色列人所当行的 他们族弟兄都听从他们的命令 西勃伦支派能上阵 用各样兵器打仗 行武整齐 不升二薪的有五万人 拿弗塔利支派有一千军长 跟从他们拿盾牌和枪的 有三万七千人 弹支派能摆阵的有二万八千六百人 亚瑟支派能上阵打仗的有四万人 约旦河东的流变支派 加德支派 马拿西半支派 拿着各样兵器打仗的有十二万人 以上都是能守行武的战士 他们都诚心来到西伯伦 要立大位做以色列的王 以色列其余的人也都一心要立大位做王 他们在那里三日与大位一同吃喝 因为他们的足弟兄给他们预备了 靠近他们的人 以及以撒加 西布伦 拿弗塔利人 将许多面饼 无花果饼 干葡萄 酒 油 用鲁 骆驼 骆子 牛驼来 又带了许多牛和羊来 因为以色列人甚是欢乐 巴鲁卡寻 雅吾瓦 巴鲁卡寻 雅吾瓦 历代至上 第十三章 大位与千夫长 百夫长 就是一切首领上义 大位对以色列全会众说 你们若以为美 见这事是充盈雅吾瓦 我们的至高权能者 我们就差遣人 走遍以色列地 见我们未来的弟兄 又见住在有交野之城的 祭司立位人 使他们都到这里来聚集 我们要把至高权能者的约会 运到我们这里来 因为在扫罗年间 我们没有在约会前 求问至高权能者 全会众都说 可以如此行 这事在众民眼中 都看为好 于是 大位将以色列人 从埃及的西河河 直到哈马口都招聚了来 要从基列耶林 将至高权能者的约会运来 大位率领以色列众人 上到巴拉 就是属犹大的基列耶林 要从那里将约会运来 这约会就是坐在 阿尔基路伯上 遥挖至高权能者 留名的约会 他们将至高权能者的约会 从亚比拿达的家里 抬出来 放在新车上 乌萨和亚西约赶车 大位和以色列众人 在至高权能者前 用琴、色、锣、鼓、号、作乐 极力跳舞歌唱 到了基顿的合唱 因为牛师前提 乌萨就伸手扶住约会 亚瓦向他发怒 因他伸手扶住约会击杀他 他就死在至高权能者面前 大位因亚瓦击杀乌萨 心里愁烦 就称那地方为皮列斯乌萨 直到今日 那日大位惧怕至高权能者 说至高权能者的约会 怎可运到我这里来 于是大位不将约会 运进大位的城 却运到加特人 俄别以东的家中 至高权能者的约会 在俄别以东家中三个月 亚瓦赐福给俄别以东的家 和他一切所有的 本路可寻亚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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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代至上 第十四章 推罗王西兰将香柏木运到大卫那里 又差遣使者和石将 木将给大卫建造宫殿 大卫就知道 亚瓦尔建立他做以色列王 因为自己的民 以色列使他的国兴旺 大卫在耶路撒冷又立后非 又生儿女 在耶路撒冷所生的重子 是沙姆亚 瑟霸 拿丹 所罗门 义霞 以利舒亚 以法列 挪加 尼非 亚非亚 以利沙玛 比利亚大 以利法列 非利士人听见大卫受高 做以色列众人的王 非利士众人就上来寻所大卫 大卫听见就出去迎敌 非利士人来了 不散在律伐阴谷 大卫求问至高权能者说 我可以上去攻打非利士人吗 你将他们交在我手里吗 亚瓦说 你可以上去 我必将他们交在你手里 非利士人来到巴利皮拉西 大卫在那里杀败他们 大卫说 至高权能者借我的手冲破敌人 如同水冲去一般 因此称那地方为巴利皮拉西 非利士人将神像撇在那里 大卫吩咐人用火焚烧了 非利士人又不散在利法英谷 大卫又求问至高权能者 至高权能者说 不要一直的上去 要转到他们后头 从桑林对面攻打他们 你听见桑树烧上有脚步的声音 就要出战 因为至高权能者已经在你前头 去攻打非利士人的军队 大卫就尊着至高权能者所吩咐的 攻打非利士人的军队 从基殿直到基瑟 于是大卫的名传扬到列国 亚吾瓦使列国都惧怕他 巴鲁卡旬亚吾瓦 巴鲁卡旬亚吾瓦 历代至上 第十五章 大卫在大卫城为自己建造宫殿 又为至高权能者的约柜 预备地方 支扎帐幕 那时大卫说 除了列位人之外 无人可台至高权能者的约柜 因为亚吾瓦拣选他们台至高权能者的约柜 且永远侍奉他 大卫招聚以色列众人到耶路撒冷 要将亚吾瓦的约柜 抬到他所预备的地方 大卫又聚集亚伦的子孙和列位人 戈侠子孙中 有族长乌列和他的弟兄一百二十人 米拉利子孙中 有族长亚帅亚和他的弟兄二百二十人 格顺子孙中 有族长约尔和他的弟兄一百三十人 以利撒反子孙中 有族长士玛雅和他的弟兄二百人 西波伦子孙中 有族长以列和他的弟兄八十人 乌歇子孙中 有族长亚米拿达和他的弟兄一百一十二人 大卫将祭司撒都和亚比亚他 并列位人乌列 亚瑟雅 约尔 施玛雅 以列 亚米拿达招来 对他们说 你们是列位人的族长 你们和你们的弟兄应当自节 好将摇瓦以色列至高全能者的约柜 抬到我所预备的地方 因你们先前没有抬着约柜 按定力求问亚瓦我们的至高全能者 所以他刑罚我们 于是 祭司立位人自节 好将亚瓦以色列至高全能者的约柜 抬上来 立位子孙就用杠 兼抬至高全能者的约柜 是照亚瓦借摩西所吩咐的 大卫吩咐立位人的族长 派他们歌唱的弟兄 用琴瑟和博作乐 欢欢喜喜的大声歌颂 于是 立位人派约尔的儿子西曼和他弟兄中 比利加的儿子亚萨 并他们足弟兄米拉利子孙里 古沙亚的儿子乙探 其次还有他们的弟兄 敲同伯大发响声 派撒加利亚 亚薛 士米拉莫 耶歇 乌尼 以利亚 马西亚 比拿亚古色 调用女音 又派马塔提亚 以利非利户 尼克尼亚 额别以东 耶利 亚撒西亚 领首弹琴 调用第八 立位人的族长 基拿尼亚是歌唱人的首领 又教训人歌唱 因为他精通此事 比利加 以利加拿 是约贵前首门的 祭司 士巴尼 约沙法 马坦耶 亚马赛 撒加利亚 比拿亚 以利以谢 在至高权能者的约贵前吹号 额别以东和耶西亚 也是约贵前首门的 于是 大卫和以色列的长老 并千夫长 都去从额别以东的家 欢欢喜喜的将亚瓦的约贵抬上来 至高权能者赐恩与台亚瓦约贵的立位人 他们就献上七只公牛 七只公羊 大卫和台约贵的立位人 并歌唱人的首领 基拿尼亚 以及歌唱的人 都穿着西麻布的外袍 大卫另外穿着西麻布的以弗得 这样 以色列众人欢呼吹脚 吹号 敲拨 鼓塞 弹琴 大发响声 将亚瓦的约贵抬上来 亚瓦的约贵 进了大卫城的时候 扫握的女儿米甲从窗户里观看 见大卫王踊跃跳舞 心里就轻视他 众人将至高全能者的约贵请进去 安放在大卫所搭的账目里 就在至高全能者面前 献凡祭和平安祭 大卫献完了凡祭和平安祭 就奉亚瓦的名给您祝福 并且分给以色列人 无论男女 每人一个饼 一块肉 一个葡萄饼 大卫派几个立位人 在亚瓦的约会前侍奉 颂扬 称谢赞美亚瓦以色列的 至高全能者 为首的是亚萨 其次是撒加利亚 亚歇 斯米拉末 耶歇 马塔提亚 以利亚 比拿亚 俄别以东 耶利 古色弹琴 唯有亚萨敲拨 大发响声 祭司比拿亚和亚哈西 常在至高全能者的约会前吹号 那日 大卫初次借亚萨和他的弟兄 以诗歌称颂亚瓦 说 你们要称谢亚瓦 求告他的名 在万民中传扬他的作为 要向他唱诗 歌颂 谈论他一切奇妙的作为 要以他的圣名夸耀 寻求亚瓦的人 心中应当欢喜 要寻求亚瓦与他的能力 时常寻求他的面 他仆人以色列的后裔 他所拣选雅各的子孙 你们要纪念他奇妙的作为 和他的骑士 并他口中的叛语 他是亚瓦我们的至高权能者 全地都有他的判断 你们要纪念他的约 直到永远 他所吩咐的话直到千代 就是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 向以撒所起的事 他又将这约向雅各定为利利 向以色列定为永远的约 说我必将迦南地赐给你 做你产业的份 当时你们人兵有限 树木稀少 并且在那地为寄居的 他们从这帮游到那帮 从这国行到那国 亚瓦不容什么人欺负他们 为他们的缘故责备君王 说不可难为我受高的人 也不可恶待我的先知 全地都要向亚瓦歌唱 天天传扬他的救恩 在列邦中述说他的荣耀 在万民中述说他的歧视 因亚瓦为大 当受极大的赞美 他在万神之上 当受敬畏 外邦的神都属虚无 唯独亚瓦创造诸天 有尊荣和威严在他面前 有能力和喜乐在他胜所 民中的万族啊 你们要将荣耀能力归给亚瓦 都归给亚瓦 要将亚瓦的名所当得的荣耀归给他 拿贡物来奉到他面前 当以圣洁的装饰敬拜亚瓦 全地要在他面前战斗 世界也坚定不得动摇 愿天欢喜 愿地快乐 愿人在列邦中说 亚瓦做王了 愿海和其中所充满的澎湃 愿田和其中所有的都欢乐 那时 林中的树木都要在亚瓦面前欢呼 因为他来要审判全地 应当称谢亚瓦 因他本为善 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要说 拯救我们的至高全能者啊 求你救我们 聚集我们 使我们脱离外邦 我们好称赞你的圣名 以赞美你为夸圣 亚瓦以色列的至高全能者 从根古直到永远 是应当称颂的 众民都说 阿民 并且赞美亚瓦 大卫派亚瓦和他的弟兄 在约柜前常常侍奉亚瓦 一日近一日的职份 又派俄别以东和他的弟兄六十八人 与耶都顿的儿子俄别以东 并和煞做守门的 且派祭司撒都和他弟兄众祭司 在激奠的秋坛亚瓦的账目前 凡祭坛上 每日早晚 照着亚瓦律法书上 所吩咐以色列人的 偿给亚瓦献凡祭 与他们一同被派的有希曼 耶都顿和其余被选 名字录在册上的 称谢亚瓦 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希曼耶都顿同着他们吹号 敲拨大发响声 并用别的乐器随着歌颂至高全能者 耶都顿的子孙做守门的 于是众民各归各家 大魏也回去为家眷祝福 大魏住在自己宫中 对先知拿丹说 看哪 我住在香柏木的宫中 亚瓦的约会返在帽子里 拿丹对大魏说 你可以照你的心意而行 因为至高全能者与你同在 当夜 至高全能者的话临到拿丹说 你去告诉我仆人大魏说 瑶瓦如此说 你不可建造殿宇给我居住 自从我领以色列人出埃及 直到今日 我未曾住过殿宇 乃从这会墓到那会墓 从这帐墓到那帐墓 反我同以色列人所走的地方 我何曾向以色列的一个事实 就是我吩咐牧养我民的说 你为何不给我建造香柏木的殿宇呢 现在你要告诉我仆人大魏说 万君之亚瓦如此说 我从羊圈中将你招来 叫你不再跟从羊群 令你做我民以色列的君 你无论往哪里去 我常与你同在 剪除你的一切仇敌 我必使你得大名 好像世上大大有名的人一样 我必为我民以色列选定一个地方 栽培他们 使他们住自己的地方 不再迁移 凶恶之子也不像从前扰害他们 并不像我命事事 治理我民以色列的时候一样 我必制服你的一切仇敌 并且 我亚瓦应许你 必为你建立家世 你受数满足归你列祖的时候 我必使你的后裔 接续你的位 我也必坚定他的国 他必为我建造殿宇 我必坚定他的国位 直到永远 我要做他的父 他要做我的子 并不使我的慈爱离开他 像离开在你以前的扫罗一样 我却要将他永远坚立在我家里和我国里 他的国位也必坚定直到永远 拿丹就按这一切话 照着末世告诉大卫 于是大卫王进去 坐在亚瓦面前说 亚瓦至高全能者啊 我是谁 我的家算什么 你竟使我到这地步呢 至高全能者啊 这在你眼中还看为小 又应许你仆人的家置于久远 亚瓦至高全能者啊 你看过我 好像看过高贵的人 你家于仆人的尊荣 我还有何言可说呢 因为你知道你的仆人 亚瓦 你行了这大事 并且显明出来 是因你仆人的缘故 也是照你的心意 亚瓦 照我们耳中听见 没有可比你的 除你以外 再无至高全能者 世上有何民 能比你的民以色列呢 你至高全能者 从埃及救赎他们 做自己的子民 又在你赎出来的民面前 行大而可畏的事 驱逐列邦人 显出你的大名 你是以色列人 做你的子民 直到永远 你亚瓦也做他们的 至高全能者 亚瓦 你所应许 仆人和仆人家的话 求你坚定 直到永远 照你所说的而行 愿你的民 永远坚立 被尊为大 说 万君之亚瓦 是以色列的 至高全能者 是治理 以色列的 至高全能者 这样 你仆人大位的家 必在你面前建立 我的至高全能者 因你启示仆人说 我必为你建立家事 所以仆人大胆 在你面前祈祷 亚瓦 唯有你是至高全能者 你也应许 将这福气赐给仆人 现在 你喜悦赐福与仆人的家 可以永存在你面前 亚瓦 你已经赐福 还要赐福到永远 巴鲁克逊亚瓦 巴鲁克逊亚瓦 历代至上 第十八章 此后 大卫攻打费利士人 把他们制服 从他们手下夺取了 加特和属加特的村庄 又攻打摩鸭 摩鸭人就归服大卫 给他进贡 索巴王哈达利谢 往右发拉比河去 要坚定自己的国权 大卫就攻打他 直到哈马 夺了他的战车一千 马兵七千 步兵二万 将拉战车的马 砍断提金 但留下一百辆车的马 大马士革的亚兰人 来帮助索巴王哈达利谢 大卫就杀了亚兰人 二万二千 于是大卫在大马士革的亚兰地 设立防营 亚兰人就归服他 给他进贡 大卫无论往哪里去 亚乌瓦都使他得胜 他夺了哈达利谢 大卫尘仆所拿的金盾牌 带到耶路撒冷 大卫又从属哈达利谢的提巴和军二成中 夺取了许多的铜 后来所罗门用此制造铜海 铜柱和一切的铜器 哈马王陀乌听见大卫杀败索巴王哈达利谢的全军 就打发他儿子哈多兰去见大卫王 问他的安 为他祝福 因为他杀败了哈达利谢 原来陀乌与哈达利谢常常征战 哈多兰带了金盈铜的各样器皿来 大卫王将这些器皿 并从各国夺来的金盈 就是从以东 摩亚 亚门 非利士 亚玛利人所夺来的 都分别为圣献给亚乌瓦 西路亚的儿子亚比塞 在远古击杀了以东一万八千人 大卫在以东地设立防营 以东人就都归服他 大卫无论往哪里去 亚乌瓦都使他得胜 大卫做以色列众人的王 又向众民秉公行义 西路亚的儿子约亚做元帅 亚西利的儿子约商法做使官 亚西兔的儿子撒都和亚比亚他的儿子 亚新尼勒做祭司长 沙威莎做书记 耶和耶大的儿子比拿亚 统侠基利提人和比利提人 大卫的众子都在王的左右做领袖 历代至上第十九章 此后亚南人的王拿霞死了 他儿子接续他做王 大卫说 我要照哈嫩的父亲拿霞 后代我的恩典 后代哈嫩 于是大卫差遣使者 为他丧父安慰他 大卫的臣仆 到了亚门人的境内 见哈嫩 要安慰他 但亚南人的首领 对哈嫩说 大卫差人来安慰你 你想他是尊敬你父亲吗 他的臣仆来见你 不是为详查窥探 亲父这地吗 哈嫩便将大卫臣仆的 胡须剔去一半 又割断他们下半截的衣服 使他们露出下体 打发他们回去 有人将臣仆所欲的事 告诉大卫 他就差人去迎接他们 因为他们甚觉羞耻 告诉他们说 可以住在耶利哥 等到胡须涨起再回来 亚门人知道大卫憎恶他们 哈嫩和亚门人就打发人 拿一千塔连德银子 从米索波大米 亚兰马加 索巴 雇战车和马兵 于是雇了三万二千辆战车 和马加王 并他的军兵 他们来安营在米底巴前 亚门人也从他们的城里出来 聚集交战 大卫听见了 就拆派约压 统带勇猛的全军出去 亚门人出来 在城门前摆阵 所来的诸王 另在郊野摆阵 约压看见敌人 在他前后摆阵 就从以色列军中挑选金兵 使他们对着亚兰人摆阵 其余的兵 交与他兄弟亚比塞 对着亚门人摆阵 约压对亚比塞说 亚兰人若强过我 你就来帮助我 亚门人若强过你 我就去帮助你 我们都当刚强 为本国的民和至高全能者的诚意 做大丈夫 愿亚瓦凭他的意志而行 于是 约压和跟随他的人 前进攻打亚兰人 亚兰人在约压面前逃跑 亚兰人见亚兰人逃跑 他们也在约压的兄弟 亚比塞面前逃跑进城 约压就回耶路撒冷去了 亚兰人见自己被以色列人打败 就打发使者将大河那边的亚兰人调来 哈大利谢的将军硕法率领他们 有人告诉大卫 他就聚集以色列众人过约旦河 来到亚兰人那里 迎着他们摆阵 大卫既摆阵攻击亚兰人 亚兰人就与他打仗 亚兰人在以色列人面前逃跑 大卫杀了亚兰七千辆战车的人 四万步兵 又杀了亚兰的将军硕法 属哈大利谢的诸王 见自己被以色列人打败 就与大卫和好 归服他 于是 亚兰人不敢再帮助亚门人了 历代至上 第二十章 过了一年 到列王出战的时候 约亚率领军兵毁坏亚门人的地 围攻拉巴 大卫仍住在耶路撒冷 约亚攻打拉巴 将成亲父 大卫夺了亚门人之王所戴的金冠冕 王获作马勒坎 马勒坎即米勒公 亚门族之神明 其上的金子 众依他连德 又镶着宝石 人将这个冠冕戴在大卫头上 大卫从城里夺了许多财物 将城里的人拉出来 放在巨下或铁靶下 或铁府下 大卫在亚门各城的居民都是如此 其后大卫和众军都回耶路撒冷去了 后来 以色列人在基瑟与菲利斯人打仗 护杀人西比该杀了伟人的一个儿子西派 菲利斯人就被制服了 又与菲利斯人打仗 雅尔的儿子伊勒哈南杀了加特人 哥利亚的兄弟拉哈米 这人的枪杆粗如支布的鸡肘 又在加特打仗 那里有一个声量高大的人 手脚都是六指 共有二十四个指头 他也是伟人的儿子 这人向以色列人骂政 大卫的哥哥施米亚的儿子约拿丹就杀了他 这三个人是加特伟人的儿子 都死在大卫和他仆人的手下 巴鲁卡旬亚吾瓦 巴鲁卡旬亚吾瓦 历代至上 第二十一章 撒旦起来攻击以色列人 激动大卫数点他们 大卫就吩咐约亚和民中的首领说 你们去数点以色列人 从别是巴直到蛋 回来告诉我 我好知道他们的数目 约亚说 愿亚瓦使他的百姓比现在加征百倍 我主我王啊 他们不都是你的仆人吗 我主为何吩咐行这事 为何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呢 但王的命令胜过约亚 约亚就出去 走遍以色列地 回到耶路撒冷 将百姓的总数奏告大卫 以色列人拿刀的有一百一十万 犹大人拿刀的有四十七万 唯有利位人和边亚敏人 没有数在其中 因为约亚厌恶王的这命令 至高权能者不喜悦这数点百姓的事 便将灾给以色列人 大卫祷告至高权能者说 我行这事大有罪了 现在求你除掉仆人的罪孽 因我所行的甚是愚昧 亚瓦吩咐大卫的先见迦德说 你去告诉大卫说 亚瓦如此说 我有三样灾 随你选择一样 我好降于你 于是迦德来见大卫 对他说 亚瓦如此说 你可以随意选择 或三年的饥荒 或败在你敌人面前 被敌人的刀追杀三个月 或在你国中有亚瓦的刀 就是三日的瘟疫 亚瓦的使者在以色列的四境 施行毁灭 现在你要想一想 我好回复那差我来的 大卫对迦德说 我甚为难 我愿落在亚瓦的手里 因为他有丰盛的怜悯 我不愿落在人的手里 于是亚瓦将瘟疫 与以色列人 以色列人就死了七万 至高全能者 差遣使者去灭耶路撒冷 刚要灭的时候 亚瓦看见后悔 就不降着灾了 吩咐灭城的天使说 够了 住手吧 大使 亚瓦的使者站在 耶布斯人阿尔南的河场那里 大卫举目 看见亚瓦的使者站在天地间 手里有拔出来的刀 身在耶路撒冷椅上 大卫和长老都身穿麻衣 面浮于地 大卫祷告至高全能者说 吩咐赎典百姓的不是我吗 我犯了罪 行了恶 但这群羊做了什么呢 愿亚瓦我至高全能者的手 攻击我和我的富家 不要攻击你的民 将瘟疫于他们 亚瓦的使者吩咐迦德去告诉大卫 叫他上去 在耶布斯人阿尔南的河场上 为亚瓦住一座坛 大卫就照着迦德奉亚瓦民所说的话上去了 那时阿尔南正打麦子 回头看见天使 就和他四个儿子都藏起来了 大卫到了阿尔南那里 阿尔南看见大卫 就从河场上出去 脸浮于地 向他下拜 大卫对阿尔南说 你将这河场与相连之地卖给我 我必给你足价 我好在旗上为亚瓦住一座坛 使民间的瘟疫止住 阿尔南对大卫说 你可以用这河场 愿我主我王照你所喜悦的去行 我也将牛给你做繁祭 把打凉的器具当柴烧 拿麦子做素祭 这些我都送给你 大卫王对阿尔南说 不然我必要用足价向你买 我不用你的物献给亚瓦 也不用白德之物献为繁祭 于是大卫为那块地 平了六百摄克勒金子给阿尔南 大卫在那里为亚瓦住了一座坛 献繁祭和平安祭 求告亚瓦 亚瓦就应允他 使火从天降在繁祭坛上 亚瓦吩咐使者 他就收刀入鞘 那时 大卫见亚瓦在耶布斯人阿尔南的河场上 应允了他 就在那里献祭 摩西在旷野所造之亚瓦的帐墓和繁祭坛 都在积变的高处 只是大卫不敢前去求问至高权能者 因为惧怕亚瓦使者的刀 历代至上 第二十二章 大卫说 这就是亚瓦至高权能者的殿 为以色列人献繁祭的坛 大卫吩咐聚集住以色列地的外邦人 从其中派石匠凿石头 要建造亚瓦至高权能者的殿 大卫预备许多铁 做门上的钉子和钩子 又预备许多铜 多得无法可称 又预备无数的香柏木 因为西顿人和推罗人给大卫运了许多香柏木来 大卫说 我儿子所罗门还年幼娇嫩 要为亚瓦建造的殿羽 必须高大辉煌 使民意荣耀 传遍万国 所以我要为殿预备材料 于是大卫在为死之先预备的材料甚多 大卫招了他儿子所罗门来 嘱咐他给亚瓦以色列的至高权能者建造殿羽 对所罗门说 我儿啊 我心里本想为亚瓦我至高权能者的名建造殿羽 只是亚瓦的话领导我说 你流了许多人的血 打了多次大仗 你不可为我的名建造殿羽 因为你在我眼前使多人的血流在地上 你要生一个儿子 他必做太平的人 我必使他安静 不对思维的仇敌扰乱 他的名要叫所罗门 即太平之意 他在位的日子 我必使以色列人平安康泰 他必为我的名建造殿羽 他要做我的子 我要做他的父 他做以色列王 我必坚定他的国位 直到永远 我儿啊 现今愿亚瓦与你同在 使你亨通 照他指着你说的话 建造亚瓦你至高权能者的殿 但愿亚瓦赐你聪明智慧 好治理以色列国 遵行亚瓦你至高权能者的律法 你若谨守遵行亚瓦 借摩西吩咐以色列的律例典章 就得亨通 你当刚强壮胆 不要惧怕 也不要金黄 我在困难之中 为亚瓦的殿 预备了金子十万塔莲德 银子一百万塔莲德 铜和铁多得无法可称 我也预备了木头石头 你还可以增添 你有许多匠人 就是石匠木匠和一切能做各样工的巧匠 并有无数的金 银 铜 铁 你当起来办事 愿亚瓦与你同在 大卫又吩咐以色列的众首领 帮助他儿子所罗门 说 亚瓦你们的至高权能者 不是与你们同在吗 不是叫你们四围都平安吗 因他已将这地的居民交在我手中 这地就在亚瓦与他百姓面前制服了 现在你们应当立定心意 寻求亚瓦你们的至高权能者 也当起来建造亚瓦至高权能者的圣所 好将亚瓦的约会 和供奉至高权能者的圣器名 都搬进为亚瓦民建造的殿里 本路可逊亚瓦啊 本路可逊亚瓦啊 历代至上 第二十三章 大卫年纪老迈 日子满足 就立他儿子所罗门 做以色列的王 大卫召聚以色列的众首领 和祭司历位人 历位人从三十岁以外的都被赎点 他们男兵的数目共有三万八千 其中有二万四千人管理亚瓦殿的事 有六千人做官长和事师 有四千人做守门的 又有四千人用大卫所做的乐器送赞亚瓦 大卫将立位人格顺 哥侠 米拉利的子孙分了半次 格顺的子孙有拉旦和士梅 拉旦的长子是耶歇 还有西坦和约尔 共三人 士梅的儿子是斯罗密 哈薛 哈兰三人 这是拉旦族的族长 士梅的儿子是亚哈 西拿 耶乌斯 比利亚 共四人 亚哈是长子 西撒是次子 但耶乌斯和比利亚的子孙不多 所以算为一族 哥侠的儿子是安兰 以斯哈 西伯伦 乌靴 共四人 安兰的儿子是亚伦 摩西 亚伦和他的子孙分出来 好分别至圣的物 在亚瓦面前烧香 侍奉他 奉他的名祝福 直到永远 至于神人摩西 他的子孙 名字记在立位支派的册上 摩西的儿子是格顺 和以利以谢 格顺的长子是西布叶 以利以谢的儿子是 蒂哈比亚 以利以谢没有别的儿子 但蒂哈比亚的子孙甚多 以斯哈的长子是 施罗密 西伯伦的长子是 耶利亚 次子是 亚马利亚 三子是亚哈西 四子是耶加面 公学的长子是米加 次子是耶西亚 米拉利的儿子是 摩利 母士 摩利的儿子是 以利亚撒 基士 以利亚撒死了 没有儿子 只有女儿 他们本族基士的儿子 娶了他们为妻 母士的儿子是 莫利 以德 耶利摩 共三人 以上 那位子孙做组长的 照着男丁的树木 从二十岁以外 都办 亚吾瓦殿的事物 大卫说 亚吾瓦以色列的 至高全能者 已经使他的百姓平安 他永远住在耶路撒冷 那位人不必再抬账目和其中所用的一切器皿了 照着大卫临终所吩咐的 那位人从二十岁以外的都被赎点 他们的职任是服侍亚伦的子孙 在亚吾瓦的殿和院子并屋中办事 竭尽一切圣物 就是办至高全能者殿的事物 并管理陈舍饼 素季的细面或无教薄饼 或用盘烤 或用油条和的物 又管理各样的生斗尺度 每日早晚 站立称谢赞美亚吾瓦 又在安息日 更新月份的首日 并节期 按数照例 将梵祭常常献给亚吾瓦 又看守会幕和圣所 并守亚吾瓦吩咐他们弟兄亚伦子孙的 办亚吾殿的事 历代至上 第二十四章 亚伦子孙的班次记在下面 亚伦的儿子是拿达 亚比乎 以利亚撒 以他玛 拿达亚比乎死在他们父亲之先 没有留下儿子 故此 以利亚撒 以他玛共祭司的职份 以利亚撒的子孙 撒都和以他玛的子孙 亚西米勒 同志大卫将他们的足弟兄 分成班次 以利亚撒子孙中为首的 比以他玛子孙中为首的更多 分班如下 以利亚撒的子孙中 有十六个族长 以他玛的子孙中 有八个族长 都撤迁分立 彼此一样 在圣所和至高权能者面前 做首领的 有以利亚撒的子孙 也有以他玛的子孙 做书记的利未人 拿坦业的儿子 施马亚在王和首领 以祭司撒都 亚比亚他的儿子 亚西米勒 并祭司利未人的族长面前 记录他们的名字 在以利亚撒的子孙中 取一族 在以他玛的子孙中 取一族 撤迁的时候 第一撤出来的是 耶和亚利 第二是耶大亚 第三是哈林 第四是梭林 第五是马基亚 第六是米亚宁 第七是哈哥斯 第八是亚比亚 第九是耶稣亚 第十是释迦尼 第十一是以利亚时 第十二是亚金 第十三是胡巴 第十四是耶稣比亚 第十五是毕加 第十六是阴麦 第十七是西西 第十八是哈皮西 第十九是皮他西亚 第十是以西洁 第十一是亚金 第十二是加末 第十三是地来亚 第十四是马基亚 这就是他们的班次 要照亚瓦以色列的至高权能者 借他们祖宗亚伦所吩咐的条例 进入亚瓦的殿办理事务 历为其余的子孙如下 岸兰的子孙里有苏巴耶 苏巴耶的子孙里有耶稀底亚 利哈比亚的子孙里有长子伊士亚 伊斯哈的子孙里有士罗摩 士罗摩的子孙里有亚哈 西伯伦的子孙里有长子耶利亚 次子亚马利亚 三子亚哈西 四子耶加面 乌歇的子孙里有米加 米加的子孙里有沙密 米加的兄弟是伊士亚 伊士亚的子孙里有撒加利亚 米拉利的儿子是摩利 母是亚西亚 亚西亚的儿子有比诺 米拉利的子孙里有亚西亚的儿子比诺 朔寒 撒克 伊比利 摩利的儿子是伊利亚撒 伊利亚撒没有儿子 西式的子孙里有耶拉密 母式的儿子是莫利 伊德 伊利摩 按照宗族这都是利未的子孙 他们在大卫王和撒都 并亚西米勒与祭司利未人的族长面前撤迁 正如他们弟兄亚伦的子孙一般 各族的长者与兄弟没有分别 巴鲁卡旬亚吾瓦 巴鲁卡旬亚吾瓦 历代至上 第二十五章 大卫和众首领分派亚撒 西曼并耶都顿的子孙弹琴 鼓塞 敲薄 唱歌 他们共执的人数记在下面 亚撒的儿子撒克 约瑟 尼探亚 亚撒利拉 都归亚撒指教 尊王的旨意唱歌 耶都顿的儿子基大利 西利 耶沙亚 哈萨比亚 马塔提亚 士梅 共六人 都归他们父亲耶都顿指教 弹琴 唱歌 称谢 宋赞亚瓦 西曼的儿子 布基亚 马塔亚 乌薛 西布叶 耶利摩 哈拿尼亚 哈拿尼 以利亚他 基大利提 罗曼提以谢 约师比加沙 马罗提 和提 马哈秀 这都是西曼的儿子 春角颂赞 西曼奉至高全能者之命 做王的先见 至高全能者赐给西曼十四个儿子 三个女儿 都归他们父亲指教 在亚瓦的殿唱歌 敲拨 弹琴 鼓塞 办至高全能者殿的事 亚撒 耶都顿 西曼 都是王所命定的 他们和他们的弟兄学习宋赞亚瓦 善于歌唱的 共有二百八十八人 这些人无论大小 为师的 为徒的 都一同撤迁分了半次 撤迁的时候 第一撤出来的是亚撒的儿子约瑟 第二是基大利 他和他弟兄 并儿子共十二人 第三是撒克 他和他儿子并弟兄 共十二人 第四是伊洗利 他和他儿子并弟兄 共十二人 第五是尼泰亚 他和他儿子并弟兄 共十二人 第六是布基亚 他和他儿子并弟兄 共十二人 第七是耶撒绿拉 他和他儿子并弟兄 共十二人 第八是耶撒亚 他和他儿子并弟兄 共十二人 第九是玛探亚 他和他儿子并弟兄 共十二人 第十是诗梅 他和他儿子并弟兄 共十二人 第十一是亚撒列 他和他儿子并弟兄 共十二人 第十二是哈沙比亚 他和他儿子并弟兄 共十二人 第十三是苏巴耶 他和他儿子并弟兄 共十二人 第十四是玛塔提亚 他和他儿子并弟兄 共十二人 第十五是耶利摩 他和他儿子并弟兄 共十二人 第十六是哈拿尼亚 他和他儿子并弟兄 共十二人 第十七是约什比加沙 他和他儿子并弟兄 共十二人 第十八是哈拿尼 他和他儿子并弟兄 共十二人 第十九是玛罗提 他和他儿子并弟兄 共十二人 第二十是以利亚他 他和他儿子并弟兄 共十二人 第二十一是河提 他和他儿子并弟兄 共十二人 第二十二是基大利提 他和他儿子并弟兄 共十二人 第二十三是玛哈秀 他和他儿子并弟兄 共十二人 第二十四是罗曼提 以谢 他和他儿子并弟兄 共十二人 巴鲁卡逊 巴鲁卡逊 亚吾瓦 巴鲁卡逊 亚吾瓦 亚吾瓦 历代之上 第二十六章 守门的班次记在下面 可拉族亚吾瓦的子孙中 有可丽的儿子 米斯利米亚 米斯利米亚的长子是撒加利亚 四子是耶迪 三子是西巴比亚 四子是耶平涅 五子是以兰 六子是约哈南 七子是以利约乃 俄比以东的长子是士玛亚 四子是约撒拔 三子是约亚 四子是沙甲 五子是拿坦涅 六子是亚米利 七子是以撒加 八子是皮无利太 因为至高全能者赐福于俄比以东 他的儿子士玛亚 有几个儿子 都是大能的壮士 掌管父亲的家 士玛亚的儿子是俄德尼 蒂法义 俄贝德 以利沙巴 以利沙巴的弟兄是壮士 还有以利护和西玛加 这都是俄比以东的子孙 他们和他们的儿子并弟兄 都是善于办事的壮士 俄比以东的子孙 共六十二人 比什利明亚的儿子和弟兄 都是壮士 共十八人 米拉利子孙 和煞有几个儿子 长子是生命 他原不是长子 是他父亲立他做长子 四子是希勒家 三子是迪巴利亚 四子是撒加利亚 和煞的儿子并弟兄共十三人 这些人都是守门的班长 与他们的弟兄一同在 瑶瓦殿里按班共职 他们无论大小 都按着宗族撤迁 分守各门 撤迁守东门的是 施利明亚 他的儿子撒加利亚 是精明的谋士 撤迁守北门 额迷以东守南门 他的儿子守库房 舒聘与和煞守西门 在靠近沙利基门 通着往上去的街道上 班与班相对 每日东门有六个立位人 北门有四个 南门有四个 库房有两个 又有两个轮班替换 在西面街道上有四个 在游廊上有两个 以上是可拉子孙和米拉利子孙 守门的班次 另一位子孙中 有亚西亚掌管 至高全能者殿的 福库和圣物的福库 格顺族拉旦子孙里 做族长的是格顺族 拉旦的子孙耶西伊利 耶西伊利的儿子西坦 和他兄弟约尔 掌管亚瓦殿里的福库 岸兰族 伊斯哈族 西伯伦族 乌谢族也有职份 摩西的孙子 格顺的儿子 西布叶掌管福库 还有他的弟兄 以利以谢 以利以谢的儿子 是利哈比亚 利哈比亚的儿子 是耶赛亚 耶赛亚的儿子 是约兰 约兰的儿子 是西基利 西基利的儿子 是士罗密 这士罗密 和他的弟兄 掌管福库的圣物 就是大卫王 和众族长 千夫长 百夫长 并军长 所分别为圣的物 他们将 中战时所夺的财物 分别为圣 以为修造亚瓦的殿 先见撒末尔 基士的儿子扫罗 尼尔的儿子 亚尼尔 西路亚的儿子 约亚 所分别为圣的物 都归士罗密 和他的弟兄掌管 以色哈族 有基拿尼亚 和他众子 做官长和事师 管理以色列的外事 西伯伦族 有哈沙比亚 和他弟兄 一千七百人 都是壮士 在约旦河西 以色列帝 办理 亚瓦与王的事 西伯伦族中 有耶利亚 做族长 大卫 做王 第四十年 在激烈的亚谢 从这族中 寻得大能的勇士 耶利亚的弟兄 有二千七百人 都是壮士 且做族长 大卫王 派他们在流变之派 加德之派 马拿西半之派中 办理至高全能者 和王的事 巴鲁卡寻 亚吾瓦 巴鲁卡寻 亚吾瓦 历代至上 第二十七章 以色列人的族长 千夫长 百夫长 和官长 都分定班次 每班是二万四千人 周年暗月轮流 替换出入浮士王 正月第一班的班长 是撒巴蒂叶的儿子 亚硕班 他班内有二万四千人 他是法勒斯的子孙 同管正月班的一切军长 二月的班长是亚哈西人 朵代 还有副官 密基罗 他班内有二万四千人 三月第三班的班长 是祭司耶和耶大的儿子 比拿亚 他班内有二万四千人 这比拿亚是那三十人中的勇士 管理那三十人 他班内又有他儿子 阿米撒巴 四月第四班的班长 是约亚的兄弟亚撒黑 接续他的是他儿子西巴蒂亚 他班内有二万四千人 五月第五班的班长是 伊斯拉人 山河 他班内有二万四千人 六月第六班的班长是 提格亚人 义吉的儿子 伊拉 他班内有二万四千人 七月第七班的班长是 伊法莲族比伦人 西利斯 他班内有二万四千人 八月第八班的班长是 谢拉族护杀人 西比盖 他班内有二万四千人 九月第九班的班长是 殿亚敏族亚拿通人 亚比尼亦 他班内有二万四千人 十月第十班的班长是 谢拉族 尼托法人 马哈来 他班内有二万四千人 十一月第十一班的班长是 伊法莲族 比拉顿人 比拿亚 他班内有二万四千人 十二月第十二班的班长是 俄陀涅族 尼托法人 黑代 他班内有二万四千人 管理以色列种植派的 记在下面 管流变人的是 西基利的儿子 以利以谢 管西缅人的是 马家的儿子 施法提亚 管利贝人的是 基姆利的儿子 哈沙比亚 管亚伦子孙的是 撒都 管犹大人的是 大卫的一个哥哥 以利户 管以撒加人的是 米加勒的儿子 案例 管西部伦人的是 俄巴蒂亚的儿子 伊斯玛雅 管拿夫塔利人的是 亚斯列的儿子 耶利摩 管以法莲人的是 阿萨西亚的儿子 何西亚 管马拿西半支派的是 皮大亚的儿子 约尔 管基列帝 马拿西 纳半支派的是 撒加利亚的儿子 伊多 管边亚米人的是 亚米尔的儿子 亚西叶 管弹人的是 耶罗汉的儿子 亚撒列 以上是 以色列 种植派的首领 以色列人 二十岁以内的 大卫没有 祭其树木 英雅瓦 曾应许说 比加增 以色列人 如天上的心 那样多 西鲁亚的儿子 约亚 动手 熟点 当时 亚瓦的列幕 临到以色列人 因此 没有点完 树木也没有写在 大卫王旗上 掌管 王府库的是 亚迭的儿子 亚斯马威 管田野 城邑村庄 宝藏 之仓库的 是乌西亚的儿子 约拿丹 掌管 耕田种地的 是基利的儿子 以色列 掌管 葡萄园 的是 拉玛人 士梅 掌管 葡萄园 酒窖的 是 石浮米人 萨巴底 掌管 高原 橄榄树 和桑树的 是 基地利人 巴勒哈南 掌管 油库的 是 约阿施 掌管 沙伦 牧放牛群的是 沙伦人 斯提赖 掌管 山谷 牧养牛群的是 亚迪赖的儿子 沙法 掌管 驼群的是 以色玛利人 阿比勒 掌管 驴群的是 米伦人 耶西迪亚 掌管 羊群的是 夏甲人 亚西 这都是给 大卫王掌管 产业的 大卫的 叔叔 约拿丹 做谋事 这人有智慧 又做书记 哈摩尼的儿子 耶西 做王 众子的师父 亚西多福 也做王的谋事 亚西人 互筛 做王的陪伴 亚西多福之后 有 比拿亚的儿子 耶和耶大 和亚比亚他 继续他做谋事 约亚 做王的元帅 历代至上 第28章 大卫召集 以色列各支派的首领 和伦班 服侍王的军长 与千夫长 百夫长 掌管王和王子产业 牲畜的 并太监 以及大能的勇士 都到耶路撒冷来 大卫王就站起来 说 我的弟兄 我的百姓啊 你们当听我言 我心里本想建造殿雨 安放亚瓦的约柜 作为我至高全能者的脚凳 我已经预备建造的材料 只是至高全能者对我说 你不可为我的名建造殿雨 因你是战士 流了人的血 然而 亚瓦以色列的至高全能者 在我父的全家 拣选我做以色列的王 直到永远 因他拣选犹大为首领 在犹大支派中 拣选我父家 在我父的众子里 喜悦我 立我做以色列众人的王 亚瓦赐我许多儿子 在我儿子中拣选所罗门 做亚瓦的国位 治理以色列人 亚瓦对我说 你儿子所罗门 必建造我的殿和愿雨 因为我拣选他做我的子 我也必做他的父 他若很久遵行我的贱命典章 如今日一样 我就必坚定他的国位 直到永远 现今在亚瓦的会中 以色列众人眼前说的 我们的至高全能者也听见了 你们应当寻求亚瓦 你们至高全能者的一切诫命 谨守遵行 如此你们可以承受这美帝 遗留给你们的子孙 永远为业 我儿所罗门那 你当认识亚瓦 你父的至高全能者 诚心乐意地侍奉他 因为他见察众人的心 知道一切心思意念 你若寻求他 他必使你寻见 你若离弃他 他必永远丢弃你 你当谨慎 因亚瓦拣选你建造殿宇 作为圣所 你当刚强去行 大卫将殿的游郎 旁屋 府库 楼房 内殿和身所的样式 只是他儿子所罗门 又将被灵感动所得的样式 就是亚瓦至高全能者殿的 院子 周围的房屋 店的府库和 圣物府库的一切样式都只是他 又只是他祭司和立位人的班次 与亚瓦店里各样的工作 并亚瓦店里一切器皿的样式 以及各样应用精气的分量 和各样应用盐气的分量 金灯台和金灯的分量 银灯台和银灯的分量 轻重各都合宜 橙色饼金桌子的分量 银桌子的分量 金金的肉叉子 盘子和绝的分量 各金碗与各银碗的分量 金金相谈的分量 并用金子做纪录膊 纪录膊张开翅膀 遮掩亚瓦的约柜 大卫说 这一切工作的样式 都是亚瓦用手画出来 使我明白的 大卫又对他儿子所罗门说 你当刚强壮胆去行 不要惧怕 也不要惊慌 因为亚瓦至高全能者 就是我的至高全能者 与你同在 他必不撇下你 也不丢弃你 直到亚瓦店的工作都完毕了 有祭司和立位人的各班 为要办理至高全能者店 各样的事 又有灵巧的人 在各样的工作上 乐意帮助你 并有众首领和众民 一心听从你的命令 大卫王对惠众说 我儿子所罗门 是至高全能者特选的 还年幼娇嫩 这功成甚大 因这店不是为人 乃是为亚瓦至高全能者建造的 我为我至高全能者的店 已经尽力 预备金子做金器 银子做银器 铜做铜器 铁做铁器 木做木器 还有红玛瑙可镶嵌的宝石 菜石和一切的宝石 并许多汉白玉 且因我心中爱慕 我至高全能者的店 就在预备建造圣殿的材料之外 又将我自己积蓄的金银献上 建造我至高全能者的店 就是额非金三千塔莲德 金链的银子七千塔莲德 以贴店墙 金子做金器 银子做银器 并借将人的手制造一切 近日有谁乐意将自己献给亚吾瓦呢 于是 众族长和以色列各支派的首领 千夫长 百夫长 并监管王公的官长 都乐意献上 他们为至高全能者店的使用 献上金子五千塔莲德 零一万达利克 银子一万塔莲德 铜一万八千塔莲德 铁十万塔莲德 凡有宝石的 都交给格顺人耶歇 送入亚吾殿的府库 因这些人诚心乐意献给亚吾 百姓就欢喜 大卫王也大大欢喜 所以大卫在会众面前称颂亚吾瓦说 亚吾瓦我们的父 以色列的至高全能者是应当称颂 直到永永远远的 亚吾尊大能力 荣耀强盛 威严都是你的 凡天上地下的都是你的 国度也是你亚吾的 并且你为至高 为万有之首 丰富尊荣都从你而来 你也治理万物 在你手里有大能大力 使人尊大强盛都出于你 我们的至高全能者啊 现在我们称谢你 赞美你荣耀之名 我算什么 我的名算什么 竟能如此乐意奉献 因为万物都从你而来 我们把从你而得的献给你 我们在你面前是客旅 是寄居的 与我们列祖一样 我们在世的日子 如影儿 不能长存 亚吾啊 我们的至高全能者啊 我们预备着许多材料 要为你的圣名建造 殿余 都是从你而来 都是属你的 我的至高全能者啊 我知道你查验人心 喜悦正直 我以正直的心 乐意献上这一切物 现在我喜欢见你的民 在这里都乐意奉献于你 亚吾啊 我们列祖亚伯拉罕 以色列的至高全能者啊 求你使你的民 长存这样的心思意念 坚定他们的心归向你 要求你赐我儿子所罗门 诚实的心 遵守你的命令 法度 律令 成就这一切的事 用我所预备的建造殿余 大卫对全会众说 你们应当称颂亚吾 你们的至高全能者 于是会众称颂亚吾 他们列祖的至高全能者 低头拜亚吾与王 此日 他们向亚吾献平安祭和凡祭 就是献公牛一千只 公年羊一千只 羊羔一千只 并同宪的殿祭 又为以色列众人献许多的祭 那日 他们在亚吾面前吃喝 大大欢乐 他们奉亚吾的命 再高大卫的儿子所罗门做王 又高撒都做祭司 于是所罗门坐在姚瓦所赐的位上 接续他父亲大位做王 万事横通 以色列众人也都听从他 众首领和勇士并大位王的众子 都圣服所罗门王 姚瓦使所罗门在以色列众人眼前 胜为尊大 极其威严 胜过在他以前的以色列王 耶稀的儿子大位做以色列众人的王 做王共四十年 在西伯伦做王七年 在耶路撒冷做王三十三年 他年纪老迈日子满足 享受丰富尊荣就死了 他儿子所罗门接续他做王 大位王始终的事 都写在先见撒木尔的书上和先知 拿丹并先见迦德的书上 他的国事和他的永利 以及他和以色列并列国所经过的事 都写在这书上 Balukashim Yawua Balukashim Yawushua 给大家留意的谈论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